在网传王林青自书视频当中 王林青自称是卷宗丢失无人调查 然而实际上却是他坚守自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联合调查组公布了详细的细节 经联合调查组调查 在凯奇拉案当事人赵发奇于2011年上诉到最高法后 王林青担任该案二审何一庭的承办人 2016年11月25号傍晚 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陈某某要求王林青加班起草 凯奇拉案二审法律文书遭到王林青拒绝 那么陈廷朗就说既然你不愿意加班 就把你撤换掉了 不用你再承担了 那么听到陈廷朗的这个话 我当时更生气了 本来就对院里和院领导有意见 调查显示 王林青对单位的积怨源于两件事情 一件事 2014年 王林青因与他人违反规定 私自以最高法某直属单位名义 举办培训班并私分半班利润 被单位纪律处分 另一件则是 2016年11月 王林青参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时 因为此前在干部档案审核中 被查出多处图改个人档案 受到借免的组织处理 从而没有被推荐 同时王林青认为 在案件收尾期将其调整出和议庭 对此十分不满 于是产生窃取案件材料 给单位制造麻烦的想法 实际上我拿回去的目的也是为了阻止别人来办这个案件 因为这个案子从11年立案到16年年底已经经历了五年 在此期间我为这个案件的审理做了大量的工作 所以我不愿意再让别人去办 并且这个案子重大敏感 标的额也很大 那么办了这个案子呢 还多多说说也有一定的成就感 所以从内心上我是不愿意让别人办 所以我拿卷的目的啊 就是一个是为了泄愤一时冲动 另外一个就是为了阻止别人去办这个案件 据调查2016年11月25号晚上23时许 王林青来到办公室将该案临时装订的付券拆散 把全部证券和拆散的部分付券材料带回家中 王林青向调查组讲述 其拿走案件材料时进行了挑选 将单位不能复制或者没有备份的都留在了办公室文件柜中 因为证券的材料 我们可以通过复印疑神券中 而且证券的很多材料本身就多份 可以重新再组成补出一个证券来也很容易 那么我之所以把复院中那些非常重要的留下来 就是因为我还不敢把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拿走 所以心里还是多少有一种胆怯 所以把那些不可复制的材料 我又给留到了办公室里面了 调查显示 2016年11月28号 王林青向庭长陈某某谎称二审安全丢失 陈某某当即让王林青仔细查找 我实际上去找他的目的 就是想能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想通过这种丢券这么大的事来吓唬他一下 试图让他收回 说不让我承办的这个决定 这样他就会感觉 哎呦 券要是丢了就麻烦了 他可能就会说你赶紧回去找找 找好了以后你要想办你还可以继续办 结果没想到陈厅长没这么说 所以我就很失望 眼看第一次汇报没有达到目的 当天下午王林青再次找到了庭长陈某某 我又去跟他汇报了一次 我说这个卷真找不着 你看怎么办 那么陈厅长还没有说出 我希望他能说出的这种意思表达来 所以我就感觉我这个把券拿回来的这个台阶一直是找不着 结果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号 星期二 没想到陈厅长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把这个券交出来 把我这个承办人拿掉 2016年11月29号 陈某某在请示分管院领导同意后 正式通知王林青退出何议庭 据调查 王林青在网传视频中提到的四份 在新的二审案卷中出现的文件 包括案件流程表 是否申请回避确认单 月券笔录 舆情报告等 均来自王林青当时留在办公室的材料 而王林青拿走的则是上诉状代理词 第一次合议庭合议笔录等 合议庭工作电脑中 有备份或可复制的案卷材料 并不能影响案件继续审理工作 对于网传视频中 王林青声称最高法监控录像黑屏问题 联合调查组进行了详细调查 因为事件发生距今 已有两年多时间 最高法监控录像 按规定保存三个月后自行覆盖 相关监控录像现已无法调取 但根据最高法监控录像 中控式操作规程 调取录像设备故障均有书面记录 联合调查组调取了 2016年12月15号 陈某某在最高法保卫处人员陪同下 调看监控录像的登记表 及相关登记资料 显示在陈某某调看录像 及卷宗丢失事件前后 监控系统运行正常 没有黑屏和报修的记录 对于王林青反映的陈某某等人 在其报告案卷丢失后 并不着急的问题 陈某某表示 当时认为案卷不是丢了 只是没找到 联合调查组调查表明 最高法有的停事 存在案卷管理混乱 归档不及时问题 因为我们也经常有 说有的时候卷临时说看不见了 实际上最后都就找着了 因为毕竟卷多 那是有20多个案卷 20多个案子 每一个案子都有 都有好多案卷 所以导致有的时候可能 这个案子的这本卷放到另外一个案子中了 这种事情经常会时有发生 所以陈某当时 让我找找 可能他也认为 不一定是真丢了 或许是夹杂在别的案卷中 可能是这个意思 综合上述情况 联合调查组认为 王林青的口述及相关调查材料 能印证其窃取相关案卷材料的事实 请不吝点赞订阅